欸 出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寶傑 相信大家看了這次的標題一定覺得很奇怪 我們第一次的洗車分享為什麼不是從洗車身起鋼圈開始 怎麼會是先從洗引擎室開始 的確一般的車主對引擎室情節是比較難DIY的 所以看完這次的影片 我建議在沒有專業背景之下 不要自行洗引擎室 我們還是建議你給專業的汽車維修店 專業的汽車美容來處理會比較妥當 那引擎室情節是我們多年開店以來 被問的最多的問題 也是最受爭議的一環 他們一直問我 引擎室真的能洗嗎 既然這次決定做洗車的經驗分享 那我想這個問題我是躲不掉的 所以我決定要提早面對這個問題 我還記得 某個媒體的節目 主持人問名嘴說 引擎室要如何清潔 那名嘴直接跟他說 喔 引擎室不能水洗 引擎室只能拿布擦 我當下的反應是這樣 OK 媒體與名嘴常常沒有經過嚴謹的求證 人們就把訊息放出去 套一句玩玩我常講的話 國外已經上外太空了 我們還在討論何時可以殺豬公 而這背後的推手實在是功不可沒 我們應該給予掌聲鼓勵 OK 我們的國家因為這些媒體變得更加的美好 我要擋做得好 人們對於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懼 這是正常的 那我們既然要清洗引擎室 當然要了解引擎室基本的運作原理 寶傑在當洗車工之前是做汽車維修的 家裡開了20多年的汽車維修廠 是的 自從我當了汽車工 人不僅變帥 考試都考100分 OK 這題外話 這次的資料真的很多 我們分為兩個階段 先講解再實做 先讓大家有初步的架構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不做過於深入的探討 因為時間有限 大家只要記住一點 萬變不離其中 只要我們掌握了大原則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延伸的應用 引擎 又稱Engine 有分所謂的內燃機或外燃機 而我們日常生活所用的汽車引擎 都是屬於內燃機的形式 它的作用源也是這樣子 將燃料燃燒產生至熱能 轉化成機械能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能量跟動力的一個置換 那我要各位想像一下 我們現在假設是原始人 我們要生活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的是燃燒需要空氣 所以我們第一個是需要大自然的空氣 再來是需要燃料 就是所謂的木頭 再來我們需要點火 所謂的打火石 再來我們需要 我們現在有了空氣 有了木頭 有了打火石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火生起來 OK 熊熊的火焰 產起濃濃的黑煙 萬歲 而那個產出來的黑煙 就是所謂的廢氣 那我用我們常見的汽油引擎 來做這個解釋 燃燒需要空氣 所以我們第一個是Air 再來就是 木頭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它是汽油 它是一個燃料 打火石 我們可以想像它就是火星塞 點火 那我們接下來用圖片來說明 一般常見的引擎 運作的四個行程 我們來看圖一的部分 進氣行程 氣門打開 我們吸入新鮮的空氣到我們所謂的氣缸 如果這時候是你的車子氣管噴射技術 那這時候進來的空氣是夾帶著汽油的混合器 OK 你的噴油的系統是裝在你的氣缸外面的氣管上 那如果你的車子所謂的缸內直噴技術 就是缸內直接噴油的技術 也不要想太複雜 那就是你的高壓噴油系統是直接裝在你的氣缸壁上的 簡單來說我們圖一有了空氣 我們圖一有了汽油 那我們現在看圖二 圖二是一個壓縮行程 壓縮這個是比較難的 壓縮的目的是為了提高空氣與燃料的溫度 氣體在壓縮後有溫度上升的特性 這將有利於下個階段的燃燒 接著我們看圖三 爆炸行程 這時候火星塞點火 各位 當我們在一個有壓力的情況下點火 這時候就不止怒火中燒了 這時候是會爆炸的 爆炸的推力 把活塞用力的往下推 就好像我們騎腳的車 腳出力往下踩 內一下子就產生動力 所以現在我們成功的把爆炸的能量轉變成動力 接著我們來看圖示 OK我們爆炸爽完了 我們把燃燒的廢氣排出去 那將後面的工作就交給排氣管了 這就是我們基本四個行程 進氣壓縮爆炸排氣 那簡稱進壓爆排 OK你可以把它想像是開大絕歸派氣功 進壓爆排歸派氣功 這個是我們一個氣缸內會發生的事情 這故事告訴我們 我們要動力一定要用能量去換 那 如果不需要能量 我們就可以把動力憑空變出來 哇這就罰了 就不會有所謂的能源危機了 OK 腳踏車修效能量 要肚子會餓 好 引擎因為使用燃料的差異 我們又有分汽油引擎與柴油引擎 OK 油電混合車不在這一次的討論 我們之後 會再補充 我們後面實作再補充 那 汽油引擎與柴油引擎 不要想的太複雜 它都需要燃燒燃料去驅動你的汽車 差異在於你的 汽油與柴油的燃燒點不同 那所以汽油引擎可以用火星在點火 而柴油引擎是利用高壓加熱的方式 來讓空氣燃燒 簡單來說 汽油引擎有點火系統 柴油引擎沒有點火系統 我們 汽油一般我們是可以用打火器點燃的 而柴油不行用打火器點燃 因為它的燃點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這跟後面的洗車油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那後面我就不再贅述了 因為這個是比較深入的姿勢 如果我有興趣大家可以自己爬文 那引擎運動的方向常見的有 往復式引擎 站著玩 水瓶對渦引擎 有名代表是SUBARU寶石街 他是躺著玩 跟回轉式引擎 有名的代表是MAZDA的轉子引擎 MAZDA好好玩 我真的覺得轉子引擎已經美得像工藝品這樣子 他是一種大家說好去淡水 但是他偏要去動物園的觀念這樣子 這就是要與眾不同 雖然他不完美 但是我很佩服他 在國外翻新中古車的節目 英國的節目 主持人是麥克爾與Ed 某一集他們在翻修老的MAZDA RX7的時候 就轉子引擎更詳細的介紹 非常好看 我建議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找到 我覺得汽車不只是它一個移動的工具 它是一個有靈魂的文化 不然你就做公車就好了 引擎又以氣缸排列的方式又分為 直列式引擎與橫列式引擎 那簡單來說就是氣缸排成一直線的 我不管它擺直 我不管擺橫 反正就是排一直線嘛 所以它有三缸 四缸 五缸 六缸的設計 那它的特色在於說 它的製造成本很低 結構很簡單 然後也相對比較省油 維修比較容易 那這比較常見在日本車上面 那V型引擎 簡單來說就是氣缸彩 對立排列 呈現一個V字型 有V8 V10 V12 還有V6 特色在於是說製造成本很高 結構比較複雜 維修不容易 你想嘛 它比較大麥 所以它把你整個引擎是塞得滿滿的 那我現在要拆東西 是不是就不還好維修 對 那相對也比較耗油一點 可是它的好處是它馬力很大 那在歐洲車與F1的賽車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蹤跡這樣子 W型引擎 最有名的是W12的引擎 是兩個8缸重疊 所以總共它有16缸 裝在Bugatti威龍上面 就是我們所謂的三豬這台車上 那它有8.0升 也就是8000cc排泄量有10 那4個渦輪增壓 它目前最新的車款有1500匹馬力 OK 它已經不是怪物了 它是外星球來的 OK 我們可以總結一下 氣缸數量決定你的引擎體積大小 也決定你的馬力大小 所以 當你打開你的引擎蓋 發現到你有4個缸 OK 那你上班通勤再老婆 偶爾熱血一下是OK的 如果你打開引擎 哎呀 你的引擎怎麼有12個缸啊 喔 那恭喜你 那一般的人可能看不到你的車尾燈 OK 我的基本講解到此 那我們接下來開始延伸應用 在我們的引擎式的洗車的 池桌上面 好 我們車子開進來啊 我們洗引擎式的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降溫 那一般降溫來講 有水降溫跟空氣降溫這樣子 那空氣降溫一般來講 是比較溫和的 那水降溫的話 是比較對車子不好的 因為如果我們在一個很高的溫度 我們聚降到一個很低的溫度的時候 我們車中當中的溫差 會對車子產生不好的影響 對材質會有一種質變的效果 淺變的效果這樣子 那我們要先量測一下溫度 一般我們是用 傳統的是用測溫牆 我們可以對點做量測 但是這樣做其實比較沒有效率 所以我們現階段 我們已經使用 紅外線熱向儀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溫度啊 全視覺化 那紅外線熱向儀的 作動原理是 感受每一個物質的能量 因為我們只要你的溫度不是低於零 只要是零以上的 我們都會感受到每個物質的輻射 那輻射就是它的熱能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可以全部看得很清楚 來我們拍一下 可以看到我們引擎式本體的溫度 相對於比較高一點的 但是這台車已經做過降溫了 所以其實是已經可以洗的 它偏執在36度 那比較接近現在我們的常溫 一般來講歐洲車可能進來的溫度 可能會破百度 那現在要跟各位講一下就是一個很要注意的重要事項 一般來講我們散熱的時候一定會拿電風扇吹 那我們不建議電風扇放在車頭的正前面 的原因是因為你的電風扇這樣吹的時候 我們的風因為即便你風扇夠力 可是我們會被前面的水箱擋住 有沒有就是水箱 所以達到它後面的風量進來的很少 這是一個很錯誤的方式 我們不建議把電風扇放在車頭前面這樣吹 那一般來講像我們正常來講是 我們會在上面裝一個電風扇 然後從上面往下吹 那它的風呢就可以從兩旁流過 這樣才能夠達到一個真正降溫的作用 OK我們現在先介紹一下 我們引擎室裡面的構造 這是附水箱 然後這是大燈系統 這個很簡單 那這是我們煞車控制的電腦 然後這個我有先拆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 所謂的噴油嘴 我們所謂的噴油系統 它的特色是在於它會連結在一起 那它是同一個軌道上面的 而且你們會發現到這外面有個氣管 所以它這個就是所謂的氣管噴射 我們之前有講到 我們的噴油有分氣管噴射跟鋼內直噴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氣缸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點火系統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邊都有接電線 OK 1 2 3 4 總共有4個鋼 這是一個橫列式式鋼的引擎 所以這是它的點火系統 那我們剛剛講到 你必須要了解分辨說 直列式引擎跟V型的引擎 因為如果是V型的引擎的時候 它會這邊會 會有一個對立的點火系統 成兩排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分清楚 你的引擎是哪一種結構的 那你根本沒有辦法了解你的點火系統在哪裡 因為點火系統會影響到我們接下來在洗車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稍微去閃一下這個點火系統 雖然說他們在底下都有做防水 可是我們有些車子它設計的凹槽 可能會沒有排水 像這台車子的這邊就有一個凹槽 所以如果我們這邊水滿了 它可以從旁邊流掉 但有些車子它這邊會溶起來 所以造成水排不出去 可能造成你的點火系統是在泡水 然後最重要的點我們有聊到靜壓爆牌 第一個動作就是進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每一台車一定會有進氣 那這個進氣的結氣門 上面會有一個軟軟的 這個日系車常常出現的結構 這叫肥腸 然後我們會一路沿接到 這裡面有空氣心 為什麼我要講到這一點呢 因為我們在洗車最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不可以讓進氣的地方跑水進去 你可以看到它的進氣到這裡 然後一路延伸下來到這裡 所以它的進氣是在底下的 這就像這台車子的鼻子一樣 那有些車子的進氣它是坐在這個位置 是一個鏤空的 然後一路延伸進去這樣子 所以如果它是坐在上面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拿布把它稍微堵起來 OK 那我們可以看過來 這是電瓶 這是它的電腦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這是它的保險絲盒 因為保險絲盒很重要的重點 它體現了我們的汽車的設計概念 我們在沖水的時候 千萬不要做一個很奇怪的角度 這樣在沖水 我們建議我們的沖水一定是從上方 讓水從兩方流過 這是一個比較合適的角度 這是它的設計的理念 你看到它的蓋子這邊 基本上它的確 這台車子裡面是有 有橡膠的 防水橡膠的 但是很多車子的 保險絲盒是沒有設計這個橡膠的 所以當它們沒有這個橡膠的時候 它只是在上面 做一個包覆而已 我們不要從側邊一直去沖它 這樣有可能會讓水跑進你的保險絲盒 造成你的車子不順 OK 好 現在我們準備做一個 我們來包覆的東西 像 這底下有發電機 那發電機通常下面都是壓縮機 那它是靠皮帶在帶動 我們在皮帶帶動的這個地方 它們是靠摩擦在帶動這些 輪子 所以說 我們盡量不要用清潔具去清洗這個東西 不然的話可能會造成你的皮帶的意義 那 一般的泡沫是沒有關係 然後 準備一條簡單的布 因為我們的發電機 它是一個有線圈的東西 然後它 有很多孔洞 所以我們不要 讓那些孔洞 跑水進去 做一個簡單的包覆 好 那我們要再補充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在做 洗車的當中 為什麼不可以 讓進氣門進水 因為我們進氣的地方 如果 吸水了 它如果一旦它 有水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 它吸入到氣缸 那我們其實剛剛 我們引擎是靜壓爆排 那我們在進氣的時候 如果裡面含有水 水跟 汽油在一起 那變成說它無法燃燒 無法燃燒 它有另外一個衍生 第一個問題是 水是液態 液態的話 它不太能夠壓縮 它不易壓縮 除非你用一個非常巨大力量 可是一般來說 我們引擎沒有這麼巨大力量 所以當你硬壓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你的 你的進氣門 你的排氣門 那些都受損 或者是你引擎機構 會受損 所以當你下雨天 如果不小心吸到水 造成你的引擎熄火 千萬不要再發動 這是一個基本的觀念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 開始準備要洗車了 我們現在做一個 簡單的工具介紹 準備一點 珠洲毛毛刷 然後各種大小的刷子 然後準備一個洗車手套 然後這是一個多功能的清潔劑 這個之後我們再介紹 這是一個去撥油的撥油清洗劑 這個在一些重油汙的地方 我們可以清潔 那我們建議 我們在藥劑上選用 不要使用太過酸性的 太過強的藥劑 我們一般用溫和一點的藥劑 那這樣對裡面的材質 防水橡膠 它的橡膠來講 會比較好用 一般我們一開始會先從泡沫開始 簡單大致的清潔 那我們這個步驟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我們先把大致比較容易鬆動的灰塵 我們先大致刷動它 那一些比較頑強的汙垢 我們待會會有一個第二個介紹 這個介紹 你需要稍微大概一點就好 因為我們的壓要注意的時候 不要讓我們的泡沫 很太久 很太久 它如果乾掉的話 我們要煮好的東西 可能就會用你回去 再度成員 我們集中在九頭 酒吧 來一段時間 去煮的 這樣子 還有點 在鞋子裡 在鞋子裡 兩家 賽 打三位 », 龍蜜 像我們進入第二季的階段 第二個階段我們會帶藥劑 做一些比較重點式的家庭 我們先把大麵雞先稍微加糖一下 現在是小麵雞 不要去除了 我來講一下 先把糖尿尿 是加油 用粉絲 放下 針對一些更深入的小細節,我們做一個補償的動作 上這個地方你可以用牙刷 我們要針對一些比較頑強的污垢,做一點重點是可以加強 我們要用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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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平台的开关这边有点重游的机会 OK,我们最后一个阶段 我们随便准备一个水镀膜 把一些待会比较保温器比较喷不到的地方做个准备 然后这样待会我们用水冲一冲的时候 那个保护就会延展开来 OK,OK,OK,OK OK,OK,OK,OK OK,OK 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把整个引擎水完全吹干之后 我们要上个保养机 那我们上保养机有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你不要喷在你插不到的地方 OK,我们尽量喷在表面处 或者是像塑胶处 那我们其实已经先喷过了 那我们会带着刷子 带着一个刷子 把所有你不插不到的地方 我们稍微把它推开 那它这样子的话 我们保养机就不会一层过油的东西 就会积在那边 那如果说它太过厚的话 你也保养机太过厚的话 那变成说预厚会很容易的惹灰尘 所以这个是比较不好的 我们再次来五百花 就会看到那个金桃 是比较好 我们再次看到铃铭 jede个铃铭 就会看到铃铭的地方 在这一边 就可以找铃铭看到铃铭的时候 就会知道一样的 所以这个次站在铃铭时 有区你看到铃铭里 你这次从铃铭里 你这次到铃铭的时候 对对对的这种射精 最後一個問題 油電混合車也需要燃燒燃料來產生動力 所以只不過它把一部分的動力轉成電力儲存到大電池裡面 透過電動馬達將電力做一個輔助動力的系統 以達到省油的功效 洗油電混合車領情勢 只需要注意一點不要去碰那條橘色的線 那條橘色的線已經見識了很多人 那條線專制投挫台 OK 汽車車領在10年以內的我們可以有積極的清洗的行為 那車領超過10年了我們就必須審慎評估 因為它的防水交曉狀況我們已經無法掌握了 隨時借洗引擎式的方法大概有三種 水洗 蒸氣 以及乾冰 OK 有興趣的人可以上YouTube或搜尋引擎detail 大家會跑出一堆洗引擎的影片這樣子 最後感謝觀看這次的影片 掰掰 掰掰 用弗外線的測溫槍去做點量測 那我們現在有更好的東西 就是以前在軍方在使用的 有幫助 先到位置 一天 有被捏 訪問 匐 借 重 安 兩 CNC 瘋 一個 Cry